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都知道 做事要有两种能力 第一种能力 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专业能力 那就有各种各样的技术 这些技术呢 有人是学了一天 然后就去做了 也有人是学了一年 然后去做的 当然你学得越久 你做的事情就越难 越少人能够超越你 那你在事业的成功上 就有了相当的保证 虽然如此 不管你的专业能力有多强 你还需要第二个能力 那就是做人的能力 因为做事 并不是指示你面对机器 面对事物 你肯定有 请你做事的人 给你薪水的人 跟你合作的人 被你指挥的人 所以 你一定得懂得 做人的道理 我们今天就来谈 在做事中的做人 特别是要谈 当别人有过失的时候 那你该如何跟他相处 那就有两个智慧 那就是 不计较的智慧 和不说破的艺术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两段 蔡根坛的句子 第一段 不计较的智慧 不责人小过 不发人阴思 不念人救恶 此三者 可以养得 亦可以远害 不责人小过 人有小过 不要去责骂他 这是小事 还有无穷的空间 不发人阴思 人家有阴思 有阴思 不要去揭露 因为这个阴思 跟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无关 不念人救恶 人家过去得罪你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现在要跟他合作做事 所以不要去计较 他的旧恶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胸襟智慧 这就是你的德性 你的厚度 而且 你能够有这样的态度 待人 对待有缺点的人 那么 也会为你带来的一个 保障 就能够让你远离灾害 为什么 因为你做这些事情 都是得罪人的事情 都会让人家 不愉快 不舒服 那么 本来没事的 可能就要 找你麻烦了 所以你做这些事情 等于什么 等于没事找事 我们再来细看一下 这三个要点 不责人小过 别人有过 是不是都不当责呢 当然也不是 你是他的主管 你带着他做事 他明明做错了 那你要告诉他 做错了 甚至要给他一定的责罚 惩罚 你职责所在 另外呢 对方 正在欺负别人 也许是一件 很小的事情 可是 你在旁边看到了 跟你有关系 那你应该去 指责他 不应该 这样的做 那这些都是 你当责的 什么样的小过 不当责呢 你又不是他的主管 你也不是受害者 而且也不是 事情发生的当时 而且这些小过呢 其实是容易改正的 更重要的 当事人 犯小过的人 他自己知道 这是小过 他已经在 自我改善了 那你看到 心里明白就好 就不要计较 不要去说出来 不要去责备他 其实同样的过失 你自己也是会犯的 第二个 不发人 阴私 人家的阴私 我们不要去说 但是有一种情况 人家的阴私 你是要去说的 那就是 他的阴私 违法 伤害 伤害社会大众 而你是 减掉单位 你要减掉 那你当然要去 找出 这些不对的事情 但除了这种情况以外的 别人的阴私 他很可能是私德 他是私人的癖好 也不干你的事情 他是一种私人的行为 但是跟你可能有一些 利害关系 但是呢 你就不要为了 自己的利害关系 去发人的阴私 这是对别人的尊重 所以呢 很多时候 对于跟我们自己 不相干的事情 我们想要利用别人的一些阴私 去打击他 那就是我们自己 心中有不当的念头 别人的阴私 就是不会拿在台面上讲 所以你可能都是在背后讲 在背后讲人家的阴私 而且你不讲 你会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会非常的难过呢 因为别人的阴私的 那一些私人的事情 私人的癖好 私人的私德 恰恰是你自己的欲望 我们平常讲 就像八卦 我们来聊八卦吧 聊聊谁的八卦 而且谈公事 你没带劲 没精神 聊别人的八卦 你精神就来了 那说明什么 那些八卦的 那一些阴私的事情 正是你自己的欲望 所以我要明白地告诉大家 你以为 你在泄露别人的阴私 但其实 你正在泄露 你自己的欲望 你谈得那么起劲 就表示你对这件事情 非常的有欲望 再一个 不念人就恶 别人过去 有对不起你的事情 但是现在他没有对不起 而且那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 而且他觉得 你已经原谅他了 而且他正在正常地 跟你相处 而且你们现在 有该合作的事情 他今天没有伤害你 你今天就可以跟他合作 这就是你的胸襟 这就是你的度量 所以不要念人就恶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当一个人念人就恶的时候 你就把他提起来 人家就有了警觉心 人家就会觉得 你想要对付他 那人家干脆先对付你 当人家先对付你的时候 结果你又惹麻烦了 人家现在没有要伤害你 是过去的事情 因为你念人就恶 导致人家现在 非伤害你不可 所以 这三件事情 都是自己 没事找事做 但你这样做的结果 那人家就对你 会有不好的想法 甚至进而 要来攻击你 伤害你了 好 以上讲的是 不计较的智慧 你计较就给自己找麻烦 下面讲一个更深刻的 叫做不说破的艺术 计较的事情是别人的过失 那是别人的事 你计较了 给自己惹麻烦 不说破的艺术 讲的是什么 自己的事 别人要对付我 别人要伤害我们 结果他用语言 把它表达出来 他说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呢 不去做反应 这就是不说破的艺术 不去做反应的结果 这件事情 到底做了没有 等于没做 到底伤害到你没有 等于没有伤害到你 这就是不说破的 艺术 塞根坛 是这样讲的 决人之诈 不行于言 受人之武 不动于色 死中 有无穷异味 亦有无穷受用 发现别人 施诈于我 我不说破 面对别人 对我侮辱 我不做反应 那么事情 就会有种种 意想不到的发展 自己也会有良好的 自我保护的作用 那怎么说是 绝人之诈 不行于言呢 别人对你施诈 你已经察觉了 那察觉了 这个诈 还会有效吗 无效的 因为你已经防范了 你已经避开了 但是别人对你施诈 你如果说出来 那就说明了 你跟他决裂了 你这就是撕破脸了 但假使 你不说破 别人固然对你施诈 但是呢 你有听没有道 有看没有见 当作没有这一回事 而事实上 你也没有受害 也就是别人的攻击呢 是失效的 那么 就会让对方有一个警惕 你这个人 不是那么容易受骗上当的 那么 他是不是还要继续对你施诈 是不是还要继续对你攻击 那当然决定 他跟你的冲突有多大 但至少在这一回合 那个冲突没有表面化 在大家一起的场合里面 你没有跟他形成尖锐的对立 如果你跟他的冲突没那么大 也许他就过去了 当然如果你跟他的冲突很大 他还会有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但是你就更知道 要谨慎的防范 慢慢的你会远离这个人 慢慢的以后一些事情 就不会跟他合作 那实际上也就不会再受到别人的伤害了 受人之舞 不动于色 别人在语言上侮辱你 这个侮辱对你来说 造成了这个心中的不好的感受 但是呢 你不动于色 为什么你不动于色呢 第一 可能固然别人侮辱于你 但是别人跟你差距太大 我们说 大人不记小人过 你去跟他起冲突 那也反而显得自己很小气了 所以 你就不必跟他计较 另外一种情况是 他对你的侮辱 确实很严重地伤害到你 但是你好好的想一想 是不是我自己真的有不对的地方 如果有 那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反击 我们表示歉意 我们忏悔 这件事情就必须结束 如果根本就没有 你没有真的犯那么大的错误 确实是别人过度严厉的 语言的对你的伤害 请注意 一个讲难听的话的人 就让自己进入一种难看的状态 在四十二章经里面 这个佛陀就说 恶人骂好人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对天吐痰 结果呢 你是吐不到天的 那个痰掉下来 打到恶人自己的头上 所以 当他在用非常难听的话 在讲别人的时候 讲任何人的时候 他自己就处于那种难看的状态 反而你应该同情的 不需要去跟他计较 如果你生气 你跟他计较 其实就说明 他对你的侮辱 达到了他的目的 达到了他的效果 而其实你是可以不必受到这个侮辱的 佛经里面就讲 一受而不二受 事情发生的当下 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你不要去反应 那么这件事情呢 就停止了 对对方而言呢 让他自己去尝受 讲难听的话的后果 他对你是这样侮辱 他在很多场合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侮辱 结果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嘴巴很臭的人 伤害了他自己的形象 所以我们不要去反应 不要去反应的结果呢 就是他傻傻地站在那个地方 一个讲着粗鲁的肮脏的话的人的形象 所以呢 以上这两点 绝人之诈 不形于言 受人之舞 不动于色 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就是表示什么 你看透人心 你了解事情发展变化的规律 然后你沉着应对 别人的这些施诈 这些侮辱 根本就都伤不到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